新消息陸軍步兵訓練指揮部上校向德恩 在任內向中國書城還穿著軍服 簽署投降承諾誓約書 被判刑七年六個月 但積壓期限快到了 所以法官才定要延壓兩個月 而其實向德恩被吸收之後 不但簽下了投降誓約書 而且還是以每個月四萬塊為報酬 總共收受了五十六萬元 高院在今年二月審判終結 而且判刑 但現在認為向德恩還是有潛逃投共之餘 所以才定七月六號開始要再延壓兩個月